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会跟他讲说忏悔一辈子吧 假如那个恶人真的总得向善要舍弃恶行 他在刚开始忏时 九二九之他就已经舍恶从善 他那个才是真正的忏 那干嘛要忏一辈子呢 那个叫做愿 从此以后心境不同就叫愿力不同 愿力不同那才是真忏 前面的忏只是让你反过去的夜袭 回到你本来的亲近中来 后面的忏是愿力 你看到那个心中必定的并持才是真忏嘛 所以不是抓着那个行为说 是不是要忏悔一辈子 假如说抓着那个行为说要忏悔一辈子 你就告诉自己 那一定是还在外面流浪一辈子 你只要流浪一辈子 我就跟你说要忏悔一辈子 就是这样的 对啊 感受 我想流浪的华庭 他心里体会更深 哈哈哈哈哈哈 体会特深 这样懂吧 你说要忏悔一辈子 现在你不懂的时候尽量忏 忏到什么时候 忏到你心能够定下来 知道当下能够怎么设心 因为毕竟现在还在家 在家你说怎么设心都很难 因为就算你设心 就是家里面24个小时 你设五个小时就好了 算你再用功设七个小时 其他还有这么多个小时 你是打算在武运 跟在家习气里面的 怎么样比 他们的力量比较重 什么叫力量比较重 你的习惯的力量比较重 就是这样 还有事 他们就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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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设心做禅 禅宿 就觉得 光逆佛号把法 你做到这些禅宿 所以他们特别 尊重禅宿禅定 用意打过 禅不跟你讲说 叫不二法门吗 打很长时间 对啊 再怎么很长 再怎么很长时间啊 他比不过马戏团 马戏团可以练的啊 他做很长时间有什么用 人家可以脚倒掉在那里面很长时间 他有办法 最长时间 我听说他们是念 对 长时间 不长时间都是可以练的 还有一种人他可以打坐更长时间 对吧 时间过去 现在可能没有 过去有一种叫杀手 杀手为了杀人 他心里非常专心 他还要打坐 坐到那边 对吧 你看过去要拍电影 说那个杀手 他为了等那个杀人 他可以坐在那边等三天三夜 心里不动 对不对 所以敌人一来就碰 就把他杀死 那你说他是坐禅吗 是 他是造业 他是坐禅 他不是坐禅 那个定心都是造业 你们切菜去了 那是造业 那不叫坐禅 禅是开示不二法门 所以你说要打坐参禅吗 既然参禅是要担当 因为人没有坐下来 没有安静的 是要担当你坐下来 用你的身形的安定 只是启发你 你要懂得安定 然后你的安定在哪里 就在你坐下来以后 每一个起心动念过去 这些感觉汹涌 蜂涌起来的处 感觉起来处 这个要不要那个好不好 那心里面不断在内心之中 争纷 彼此互争 相斗处 那就要坐禅 你定下的目的是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 能看到那些感觉 那些差别 是因为你坐禅 要体会那个决心的 本来是意义 决好决坏都是意义 决两个相争 还是决 也是意义 你不要只是看在 向上的种种争纷 你忘记了 能决如是争纷的 那个决体 从来不二 所以你能在一切 种种差别的势力中 刺激当下 你都能体会那个不二 你就在过去流转的意缘中 体会当下体会那个不二 就叫坐禅 所以他将来能够 知道那个不二时 他还是能清楚那一切二 所以他不舍一切二 那那个时候的清楚 就不是流浪 那个时候的清楚 就是知道 越阴越远 他能开启智慧 那叫坐禅 所以既然那叫坐禅 那心里面有一念 说我不能念佛 念佛就不能好好坐禅 这句他怎么没有参 这句是不是二 又是二 假如他心里还有二 他怎么叫坐禅 所以我说他做的就是什么 做的就是 一直在逞自己 以为能做 以为好像很定 以为有所行为 有所修行 潜在意识里面那种住持 或者那种炫耀 他在那边做的 那种做法 跟那个杀手有什么两样 就是杀手机的 他将来自争烦恼而已 所以你看 我们中国的禅宗 打开禅门日诵 看过吗 念佛的是他 持咒的是他 拜颤的是他 所有一切都是他 然后假如说 你在学禅的禅门弟子说 师父你怎么 不是打坐禅禅吗 怎么给我这么多 不同的行门 那师父就问他 你还有不同吗 送你 你有不同 你就不是能够 堪能掺残的人 我以前还说的也是 我之前在网络上 不是请教你 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 就是一提这个佛号 开始提 后来我就想说 连一次一提的话 就不安静了 就好像是追求 潜意识当中 就觉得那个佛号 就扰乱了我的心 就心好像就是应该是安静的那种了吗 后来我是在网络上请教您 你那个 大体向我的理解吧 就是说 我觉得说 不管是那个念佛 还是不念那个佛号 其实你的那个就是说是 那个都是我们的决心的 表的那个像了 一个像的嘛 就是他不能够就是说是 那个就是 其实都是自在的 不管你提佛号 或者不提佛号 其实都是自在的 我倒是这样跟你讲的吗 是啊 你理解 错 我是跟你讲说 你念那个佛号 才还你自在 你知道吗 你现在不管修什么心 你心里面都会在那边分别 我这个不安静 那个不行的 你不知道那一念 不安静不行的心 它会影响你多少节 多少生 你不管修什么法 你都会有个心 叫不安静的 它永远在前面作长 那你说你是要去 随着不安静 这个念多走呢 还是摆那句佛号 同样念佛时 同样起出一个这样不安静 心中不定 你应该还是取佛号 因为佛号你知道 那个是要不断念下去 那产生了圣人的氛围之中 那一切都能安静 但是我假如 随着后面那个阴神走 这个不安静了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 安静的方法 你永远生生世世不得安静 对吧 所以是做这种检测的 所以你当然提起佛号 因为你心里面 已经明辨因果 那佛号的目的是 还你本来心中的平静 你根本不是在上面 取舍的这种行为 但是我们不是凡夫一下 就有这种定静 虽然知道道理 你要用方法提起自己 用方法不断地救济自己 懂得用方法救济自己的人 你将来才会知道 用什么方法 能够帮助别人救济自己 对吧 所以你就知道 那你还是提佛号 因为佛号就是相关状言 现在觉得提佛号不安静 那这个心是我过去所习惯的众生分别 对业感分别 那为什么会对佛号觉得不安静呢 因为那不是我过去所熟悉的 所以心中产生一种前列式的卑劣排斥 所以我当然既然佛号起起 你能不安静 就表示佛号还在 有当然就专注佛号 不安静的心献起来 你就不安静吧 我还是专心念佛 久而久之 那不安静的心就写了 你觉得不安静 那种念头 觉得排斥念头 他就写了 这个不就是我以前讲过的辟语吗 我以前在念佛 刚出加拿大堂 好像第几年 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 不是念佛而已 我拜佛 我每天看到佛 我住毛棚 就一个佛像 就一个佛房间 我一个小小的睡的一个 睡的木板 定着一个木 床塌 旁边就是一个佛堂 我都会把佛像 弄得大大的 反正我出来 才看到佛像 我心里就在骂佛 而且骂最脏的字眼 三字经 五字经 这样骂佛 我就告诉自己 不能骂 不能骂 可是出来 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强 我不能骂 它越强 所以那时候 我都也觉得 我精神分裂了 我想我完了 我完了 就是但是 那是好几个月 反正就一天到晚 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走出那个 不敢看到佛 我就走到外面去 心里还在骂 一进来 就会骂 骂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我心里骂佛 心里想到不能骂 对不对 我嘴巴居然在笑 控制不了 自己 你神行 都控制不了 我想怎么办 这关系都着魔了 后来 才看到那个诸法无形经 无行 行为的行 无形经 这个经很少流通的 也是那个因缘吧 刚好那个时候 不知道谁去 印了这本经 去流通 刚好有法师 拿了一本去给我 我那时候 以前有发愿 只要没有看过的经 我一定会读一遍 所以在那么痛苦中 我就打开 诸法无形经 去读 他那个无形经 就告诉你 你不要每次 在感受上现前识 你马上就有念头 念头起来 就是 我是如是撑 我是如是 我是如是贪 我是如是撑 我是如是吃 贪真之 就是我 我就是如此 你要是自己 一直在排原 我就是如是 你就永远拦拖业力 他就告诉你 本来决心 现成一些像 那根本无形 你会不会还抓到 它上面起成种种 你以为你在 在堕在上面的 种种行为 所以那时候 看到经 我就心中欢喜 还在骂 我就告诉自己 潜在一次告诉你 那不是我 过去的业力而已 还在骂 都在这样想 每一个骂 现前 我心里就有点安心了 因为有个谁 马上起来 那个不是我 那个是谁了 那是过去我的业力 对吧 就是这样 那是业相而已 三个月就好了 师傅 现在我的心 就是一直 就是我的 不安 但是现在 我就觉得 我的头发 就是 快掉了 剃了那种 不安 可是你家里面 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 你刚刚讲的家里面 还有先生吗 还有孩子吗 你知道吗 有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睡觉的时候 但是我那天见到你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看清楚 但是睡觉的时候就看见你 但是现在就是一直的 就睡觉比现场看我还清楚 我太 那我太无辜了 你听我讲 师傅看到很多人 出家当时候是很发那个勇猛心 可是他 俗家的情缘还未了 刚开始出家的时候是很勇猛的 可是出家以后 我们毕竟还是很多烦情 一碰到一些逆境现前 他就会自己找借口 我过去对不起家人 这个音乐还未了 我对他们很惭愧 他就会找尽借口还俗回家 你当时找尽借口还俗回家 反而更无意间增添了家人的业力 你拿他的名字做回家 所以我现在最 要是有人要还俗回家 拿他父母做 我要回去照顾妈妈 我就告诉他 你不要再害你父母了 那拿你妈妈无缘无辜被你拿来当借口 虽然业力不重 但是将来也是给他增添 不要不需要的那些无名 所以一定要发确定心 你知道吗为什么出家 你知道吗出家以后 你真正是为了利益他们 但是你要成就什么 才叫真正利益他们 都要清楚了 将来碰到逆境时 我们是凡夫 那种逆境 那种内心之中 那种找尽借口 那种挣扎 一定有 你是个大修行人都会有 只是大修行人 这种念头起来的时候 他不被他所动 你要发不了大修行的心 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个声音就会一直盖在你的脑海里面 压迫你 压迫你都喘不过气来 你不知道心中的魔力有多可怕 你把这个心想好了 头发就盖掉了 其他想的都没有意义 除非你真的有这个发心 那出家是真利益 那你孩子 就算你现前感觉到 你舍弃孩子 没有养他 但你是还他将来的法身 做妈妈的 为了要离开他 我甘心守到 道场里面那个寂寞 孤独 然后守着 就是为了道心 但是你要到道场 不用功 一天到晚跟他道场 法师 一天到晚出去玩 还出我有理由 去有利益 那个你能够 对得起他吗 所以 你要是有 有这种姻缘的 出家要更刻苦 安平守到 人家出去玩 你出去玩干什么 师父以前到内地来 我也没出去过 我到各省去 就是讲跟人家开示 我去在那个 他知道 我去在宾馆里坐 五天以后我就走了 人家说你去过哪一省 我去过哪一省 哪一省 哪一省什么样子 不知道 就那个饭店 人饭店大厅长什么样子 我都没印象 就那间房间 就要是出家了 再还俗的话 是不是还不如不出家了 还俗你知道吗 众生的那个业力 会还俗 就是堕在众生的 那委屈卑劣的业感 所以还俗一次 他那还俗的退堕 他将来在他心里面 是很大的障碍 他将来就算再发心出家 那个退堕心一线前 他就绑不住 所以我很不赞同 叫短期出家 我很不赞同 短期出家 当然假如说 他是大善根人 你可以为他发 短期出家的学习心 你让他出家 然后指着他 让他感受一下 出家那个环境 更激发他那个惭愧心 你这个人 你可以让他短期出家 然后让他回家的时候 他心里会很挣扎 或许搞不好 哪一天就有善根献钱 但是一般人 那个根性不定的人 最好不要让他参加 短期出家 因为什么叫短期出家 不是真的叫短期出家 是真正你出家 跟你受了戒 最后那一天 你在佛前舍戒还俗 就要短期出家 对吧 你让他出家 那个发心 他是无明心来的 可是到第七心 搞不好他每天在想 时间到了 也可以回家了 时间到了 可以回家了 对不对 让他在佛前舍戒的 好高兴 他舍戒回家 那个心 你中了他心里的障碍 是你给他中的 你害的他将来多生累积 将来他真的有一天 正在有因缘 碰到围烂他出家时 突然那种戏论心 那种想要舍戒还俗的心 就起来了 他搞不好难以控制 就还俗了 那这些因缘 这些那个气氛 从哪里来的 过去生中 无明心短期出家 他正在每次舍戒心中 都充满着期望 好要舍戒 那种业力来的 他还没有回去 他回到庆上学了 吃饭的时候跟他妈说 我就吃最后一顿饭了 妈说为什么吃最后一顿饭呢 我以后不吃肉了 我要出家了 完了他妈没几事 他就在家里 高僧呢 天天小 天天小高僧 不过什么因缘 然后我说他说他的吧 因为他毕竟小 我们也没招 完了他说 我要出家了 高僧 现在前几天我有提到这个孩子 这个当然你在嘛 你是他阿姨 这师父只是体体 师父又不是什么会算命的 也不是那种名人人 只是体体 当然因为出家人嘛 总是在有一些人的那种相中 现在人的业力里面 会体会说 可能他有的他的过去生中的业力因缘 这孩子过去生中可能也在道场 但是可能也讲过了一些 怪力乱神什么样迷惑人心的法门 所以金生才有如是轻微的自信控制不住 因为他曾经讲过去让所有有一些众生受祸控制不住 金生有这个业力 因为他有这个业力 但是他看到出家人看到道场他也很欢喜 也是他的习气 所以他妈妈会生下他 就可能是他妈妈过去护持他的人 护持 护持着不正当的法门的人 所以金生就抱在他家 他妈妈好好颤吧 自己颤那个业心 我给他这个大概的意象只是说可能是如此 因为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个名言人 但是他妈妈会颤就要颤 假如过去生中 有帮助别人 用一些不正当的正道 迷惑过人心 使人心散乱 这种业力我都忏悔 也回想给我儿子 将来生生世世 不再做任何一言一行 在蛊惑人心的业力 或许他妈妈颤亲近的孩子会 以前小时候特别聪明 后来就丑了 总是 就在家里 给想几天 给想几天 因为以前嘛 但是以前也没见过师父 但是就是见着他就欢喜 见佛也欢喜 小时候不大的时候 刚懂事呢 爬到佛堂上 他也不都干什么 他妈煮面条 他妈要三个面条 他妈就给他了 他现在还要什么 爬到佛堂上 把面条就插到香炉里了 他妈没啥就给他三根香 就不会说话 他就这样 是呀 去菜那个业了 可能是 感恩师父 他妈妈应该是别吃肉 他妈妈要担心这些烦恼的话 自己别吃肉吧 你不要想乱吃肉啊 我讲一个 不认为大家都很在意风水吗 假如有一个恶人 或者是杀人犯 你拿他的东西 或者他常用的东西 你不知道拿到家里来 你都带邪 家里面的气氛就带邪 就被他破 这个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你要是家里面 突然有一个什么 圣人的东西 圣贤的东西 或是善人的东西 哪怕是邪 什么东西在你家 放到家里 将来都还能够帮你转运 你相信吗 我相信 相信啊 吃那个肉 你不知道他能够转你吗 那个肉是 每一个众生 正在受苦之时 他所有的恐惧惊吓 全窜在每一块 每一个身份里面 你知道吗 现在不必我们去怀疑 现在科学家都已经帮你用仪器验证出来 就是如此 要是真正心轻轻的人 看到那块肉 就应该就会感受到 那个那块肉中 隐藏了 含藏了多少痛苦 挣扎恐惧 你吃得下去吗 不是很多人会算命吗 他看你家房子 就知道你如何如何 看你家 看你怎么样 就知道如何如何 那看那块肉 怎么不知道呢 看那块肉都不知道 他会帮你这大块肉 看算命 这块肉的面都看不出来 那块肉看得出来吗 心清静都会感受得出来 你要碰到肉以后 你不是觉得它肉腐臭 是那个臭中有多少血腥 血腥之中 有多少哀怨 挣扎跟恐惧 血脉就是流通意识的东西 过去人不懂 我今天听上次有一个 在百家讲坛 我有的时候偶尔在过去 有个听听百家讲坛 是讲一讲佛门中的故事 有一个专门讲 那个西游记的那个是谁 那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 讲西游记讲的是很好 可是他有一段 我就听到 是觉得这就是 世间聪明的人 他有一些执着 他说人的生命就是大老 人的主要是在大老 因为大老他才能够起身意识 所以人要是心 心根本就是学意嘛 心哪有意识呢 意识在大老 所以人的生命是在大老 其实错了 人的生命真的在心 因为心就跟你讲 你的根本觉体是看不到的 陷到你的身体 让你抓得到那肉团 你也是找不到心在哪里 就像经络一样的 但是那个肉团心 确实能够代表 你整个意念的 开始去扑书去掌养处 所以他就是写意 为什么如此说呢 因为脑死还能活着 对吧 就是脑袋死了 脑筋死了还能活着 心死了马上断气 马上不见了 所以总共在大脑就在心 心里是看不到 那是肉团 心藏在肉团 但是你是什么样的 我不是跟你讲说 有一次打坐 好像感觉到经络吗 将来你会发现 你是什么样的心 它就有什么样的血脉奔流 那个血就是你意念 养分的到处串接连接 你知道吗 血液 它包含了种种意识 包含了种种 你现在的心境 这是我们看不出来的 所以它带动 流动中 虽然经络不是血脉 但是它带动那个经络 气动 那种身根变不一样 那种身根不同 意念不同 凡复是从负面再说上来 那圣人是从心开始调经络 开始调身 身根都变的 那是不一样的 那是心 那你的意识都在心中 那植物人是不是就是脑死了 脑死就是植物人 他脑死了 判定脑死 但他还活着 忘记了 没关系 等一下有机会 心起作用吗 那种植物人 心起作用 它起得茫然的作用 所以植物人脑死还有救的 心不死都要有救 所以有的人脑死 最后有的人也有案例救活的 就醒的 但是他很迟钝 脑受伤 迟钝 判断脑死还能活着 所以什么生命 什么在大脑 错了 大脑要是真正用我看 当然这种说法不准 大脑只是 像这个 我们现在肉团星 就像那个 现在那个电脑里面 那个叫什么 那个计算那一块 那晶片 晶体 然后大脑是显示器 对吧 有这个故事 还有念力可持 对吧 对 念力可持 证明就是说 这个心还是说 在这在这 它通过学业 然后通过气的 规动学业 然后对这个 我们所说的就是 所以那个肉团星 你看不出意识的 但你本来那个觉体 你没有无形无状的 但是 它在众生夜感中 就变成肉团 肉团虽然不代表 真正的心 它就是假借这个肉团 你的意识变 这个肉团 它在输送的 任何的念头 什么都在变 所以你的大脑 只是接收那个念头 虽然大脑 虽然好像感觉都在大脑 可是大脑的感觉 已经注定 你是什么样的业力了 接收大脑 接收器 对嘛 我都在进过屏幕 进过这张嘴 有的人会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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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意识 师傅我在那个就是 几个群里面吗 在比较多的群里面 因为他们发的法律转发了吗 其中有两个群 一个是那个就是 答案法师他们东林寺那个群 我开始发也没事 因为我进去还是一位师傅 邀请我进去 因为开始我之前在另一个群里面 那个师傅也在那个群里面 后来那个师傅要不要加我 加我他也不说啥 然后他就把我邀了另一个群 就加我进去以后 我发现是那个东林寺的一个群了嘛 后来我就想了 我说这个师傅肯定是看我发的法译 肯定是认可 然后他意思就是让我过去转发 我就一直发一直发 当然发了几个月吧 然后后来就又进来一位法师 原来东林寺那个群里面 还是有一些法师在里面的 然后有一天他们在那儿 开始他说哦 师傅讲的怎么怎么 还是觉得好那种 后两天他说 菩萨你不要再发啦 他这样说 他说那个就是意思就是 这是东林寺的群嘛 是 他也说他是法译上面 后来他就说那些话 我就跟他结评了 勾了他那些前后矛盾那个地方 我确实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就是感觉他那个 那几天就这样变 结果我有一天就笑了 不用变他是三宝啊 你给他变干嘛 我就是问这个师傅 后来我一天就生气了 我说 我说我说 我说那个 因为我开始不知道他是师傅 你知道吧 所以后来他们那个就是 有一个知识就谈师傅 就说他是师傅 我才知道的 然后那个知识还在说 哦什么什么这个就是 你发的东西我们都没人看的 我说 我说问你有他情喷恼 我说你想就能够知道 别人别的师傅是怎么想的 然后后来那天我 我直接就生气了 因为我发了那么长时间 都没事了 就是这位师傅进来以后 才出现事情 然后我就说 我说 我说那边都想 我说 我说你要是那个 觉得你很厉害的话 你自己可以开谈讲法呀 我那天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三宝 我那天真生气了 但是后来的话 真生气是因为师傅 讲得还没入心 哈哈哈 你不能 发生师傅红发 请你跟别人吵架 他叫你不发你就不发 因为东林寺的群嘛 但是那个 师傅出家三十多年 我也没发过啊 对不对 我也不急着发 别急 他那个这个就是 邀请我进职的那个了 他是管理员 就是东林寺的是管理员 他还不是那个普通的人 就是他那个是群组呢 那他没有说叫你发吧 那是 其实叫你到东林寺学习 嗯 你看我到东林寺学习 后来最后一次了嘛 最后一次他又发 他说 嗯 他说你 我们这个是念佛群 他说 你这个扰谅我们念佛了 我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一看他 我说 我说那 我说那真念佛人 连生死都那个干扰不了念佛呢 我说何况是几句声音呢 后来重启以后他就在每个人记住了 你还在群里吗 我还在里呀 没被提出来啊 我刚刚就是 善哉善哉 哈哈哈哈 你刚刚还给我点赞呢 人家那个就是有一些居士呢 那这几个点赞 千万不要欣喜啊 哈哈 我认识善哉善哉 这是善哉啊 小心不要那个哉写真 哉下去的哉 哈哈哈哈 善哉善哉 不能真 你要是知道是法师 你要跟他忏悔 是不是对不起 是的是 绝对不跟法师真 我到现在哦 出家三十多年了 假如有法师 碰到别的法师 坐下来 人家居士问问题 法师若是开口 我绝对不讲话 然后让法师跟大家开心 我会说先请教法师 那个一看到人家跟你真 马上就回答的那个是真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真论了 就叫是非哦 但有一个方向不是真哦 假如他是魔 我就跟人家变到底 他不是嘛 都是修行人 个人意见不同 你就闭嘴 那就闭嘴 那学会闭嘴 是是是 法师说的是 但是魔你就绝对不放过 魔打死不放过 所以叫全台湾 唯一敢跟魔斗的就是我 但是只要法师跟我讲 我马上闭嘴 他要叫我不要去对抗魔 我不会闭嘴 但是要是平常要是有什么 他说哎 法师啊 你这个到这个观念可能是错的 我说哦 是是是是是 都是在家人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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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去罪了 然后呢 他就会有的时候 就跟我试着人话 完了呢 他就考我 他说这什么 不是新 那是什么 这个什么 因为这些法师他们的教访 我就不自评论 但是我就要跟你讲 观空观空 不是真的有个东西让你观空的 是你真正 你的心跟那个声音心神合一 将来就是你的心 你才能叫空嘛 那不是观的 都不是造作的 昨天不是那么多祖师的文字 已经告诉你 绝对没有半脸造作 你要相信心熟时你就是他 那就要常住 因为为什么你就是他 因为已经跟你讲 你本来就具足嘛 你现在发心 你觉得不熟也是他 所以你不要担心 你看不到他 你找不到他 那才是真观 那才叫做真正知道心 不是只是那个念头上 知道心 知道心 一点用都没有的 你要是真正知道心 你就会在上面 破出你的真正的心进来 就像你昨天讲 消出精直来 消出你的精来 精体来 那叫做 破出为尘 破开为尘 取大精卷 破种为尘 难过为尘 因为没念没念破 那都是你的决心的作用 我昨天不讲不清除学吗 你自己也清吗 不能啊 对吧 我今天早上修能经济点 就是送什么经我可骂来 我送一路骂 人家好像是一部地藏经 哦 就是人家一开始 这样能送的 一个有十两小时能送完 你知道我送一个地藏经 我拿起来我就做地藏 我送了八个都 我不晕着字 你不是跟我一样吗 昨天讲你不在 我刚刚第一次练地藏经也是练将近八小时 六个多小时了 将近八小时 师傅你也穿那样吗 但我现在练地藏经三十分钟 我现在我经过到 你又对我怕很熟 熟就会 你怕什么 不是 熟 我送的 你不行 我都说半个都不行 没办法 我先用个手 操吧 操完了 好像自己也很快 静静一点 我看我手写了 然后还能快一点 不是不认识字 没有不认识字的 人没有不认识字的 只问你学不学 你千万不要讲错声音 说我不认识字 不认识字 就算过去不学 不认识字 那是过去 现在你只要想学 就认识字 信不信 我跟你讲一个 譬语 台湾有很多老头子 那种大陆去当兵的老头子 那下来退伍以后 在家都没事干嘛 对不对 他都说他没读过书 我不认识字 你叫他诵经 我不认识字 你叫他干什么 我不认识字 早上 他比第一个人 先冲去抢报纸 你不是不认识字吗 他看报纸他都认识 谁说不认识 他就想看报纸 他都认识 他不想看书 他就不认识字 对吧 这是自己心中的 自己障碍 你告诉自己 没有不认识的 只想不想学 你不是地藏经学学 你就认识了吗 哪有不认识字 所以不认识三个字 永远不提 就是要学就会 那学熟就快 就这样子 其实送的那个时候 说句实话 我是认识送的 用心送的 但是就是卡格 我送的时候 努力是努力了 但是慢 就是七五对慢 你知道吧 理解 那个慢 没有快与慢的 你突然理解的时候 就是直到送熟的时候 突然理解的 它不是你突然感觉到 有一个理解 是慢慢理解 慢慢理解 没有的 就类似我说 那个发明家 发明发明发明 到最后也是 突然恍然大悟的 心都是这样子 前面只是为你加温 让你心熟 用种种方法 让你心在上面熟 熟到什么时候理解吗 熟透了 就理解了 就开锅了 熟透就理解了 知道吗 这是那个果明的 把果明师拿去 来 拿走 师傅 不过最后您还是放心 最后就是那位师傅了吗 他还过了几天 就转发师傅 发的那个 讲的那个 饭王经 是他亲自发的 就是您讲的那部经了吗 我讲 群里面 就是分享您发的经 所以没有我们和解吗 没有 你还是正式没和解过 你还是要在三宝信仰前 道歉 因为师傅过去 就不懂初学 就对冒犯 你将来再也不会 你要在大宗面前忏悔 你在大宗面前骂他 在大宗面前 要勇于忏悔 你在大宗面前坐的 你就在大宗面前忏悔 就从你现在送经就这样开始学 你现在不是都送地藏经吗 还有什么经 地藏经我也送 地藏经我也送 那就现在你的能力所及 你每天的所有的修持 哎呀不用马上来 那是一门一门一部经也可以 只要时间多你有送其他经也能送就是 或者是你发心什么经没读过都能送一遍 但是还是要有日常的定刻 你要永远知道什么叫刻 刻这个字从言从果 从你现在的 言叫失为 失作行为 从你现在的失作行为 成就你将来 就是刻 所以常常要懂得刻心 那熟了就会 以前没有一个人懂道理的 就是这样子不断地去面对 面对 面对久了 你就突然 你就能够跟他契入 就叫做懂 你走进大自然也是如此 你刚开始就是懂得面对亲近 面对亲近 突然有一天 那个大自然里面 不管是大山大水的那个气氛 唯有你懂 他就走 什么叫懂 但他走进你心里 你的心里也是他 就叫懂了 就叫懂了 所以 不要担心什么时候懂 你现在要告诉自己 你每天在面对什么 就类似刚刚师父讲的 你每天 你要是不诵经 不是这个圣言量 圣教量 你每天看的都是过去 红尘俗世的种种 颜料 都是他们的 现在心中的影响 所以你永远觉得 好像你想要懂经 就永远好像有一个障碍 那个障碍就是 你平常你在修行时 那种心性中的掌养 比量不对 比量不对 那当然是最好 是能够到出家的环境里面 一头就天天都熏悉 这世间 初世间的声音 那种法相 世间的东西都能够放下 那重新态换 你的熏悉的东西 你将来就会懂 所以懂是在哪里懂的 你面对就懂 懂是在哪里懂的 你天天你懂的 投入在哪个氛围里就懂 熟了就懂 就类似于末母三千 哪有一定的个性 哪有一定的懂 换一个环境 他就懂了 可是末母三千 讲起来好像很快 那事实上 那个快也就是告诉你 你的心 就是可以这样子 变换你的环境 你就可以将来 就换掉你过去的习气 那个习气 不必你刻意去换 你改变你平常的日常生活 你所居所行 那就换了 你现在自己讲起来 你自己都觉得惭愧 觉得大概就快断肉了 肉 对 你要知道肉 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营养 现在何况大家都是 现在是大量生产那个肉 都是用很多的那什么抗生素 什么样的那些药物 懂 它对你 我先讲说对你身体可能的危害 那个东西没有帮助 只有危害 再一个就是 那块肉上面 都充满了那个众生死的时候的 那个惊恐 哀怨 可能有称恨都在里面 所以你吃的 你不是一小口肉 你吃的是它整体的哀怨 因为每一个身份中都有它 保足它的哀怨 所以你都吃那个哀怨 所以你常常去 刚刚不讲说换环境就懂了吗 你现在接触那个肉 不是你在接触一个环境吗 所以将来你永远来你 来你跳出哀怨 惭愧 哀怨 憎恨 种种的负面的情节 就是因为 十一住行上来的 懂 师傅这些都可以懂吗 那时候我们是忏悔什么的 还说我就是忏悔 我都这一年半都不吃了 我真的是不想 不吃 就是我儿子和我爱人 他俩就是我一个障碍 你都不知道 没有没有 你发的心还是没懂 来师傅再讲了 先不要讲他们是不是障碍 因为你后面还是自己 也是偷偷想吃 不拿他们做借口 我先跟你讲 你那个不是懂 那个还是没懂 你只是 因为你刚刚讲说 我有一年多不吃了 你要是真懂的话 那些东西就不是给我们吃了 干嘛不吃了呢 所以有的人说 佛门不是劝人吃素吗 佛门从来没劝人吃素 佛门只能跟你讲说 你根本不能够伤害众生 取众生肉为食 他们根本不是食物嘛 吃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吃肉了 听起来很慈悲吧 但是他在肉中还是想 可以吃可以不吃 我不吃肉了 是真正明白的是 那个根本不是给我们做食物的嘛 人家是生命 我们为什么拿人家做食物嘛 所以这里面没有那句 我不吃肉了 他根本不是我的食物 干嘛说我不吃肉了 你在这个心上重新忏悔 你将来就能够真正断肉了 那不是后面还讲过我不吃了 我不吃听起来好像是慈悲 但是潜在意识里面 你还在剁在将来可以吃的夜里 那就会轮回 所以你之前不是说不吃好几年吗 后来又吃了 因为你前面只是我不吃了 那表示说我还可以吃嘛 我不吃了我还可以吃 所以那是轮回那种想法 那根本不是我们该吃的东西 人家的生命我会不会吃它 对吧 假如说我今天站在那边 有个吃人魔在我面前 突然指着我跟我说 我不吃你了 我会对他大吼 我本来就不是你吃的 你看我不吃我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再讲说我不吃肉 你就小心那个肉在骂你 你这种声音在你心中啊 可能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 因为你都知道你后来不是还吃了吗 对吧 后来还是吃了吗 吃了是怎么呢 就是你这样说那个不是我们吃的 那慈悲心人家有多少痛苦 人家死的时候多少增长 我吃那个干嘛 人家的生命我吃的不是肉 我吃吃人家的生命 常常有这种心里面的惭愧忏悔 你将来再看到肉的时候 它就不是食物了 它就不会是食物了 你只要不把它当食物想了 你可能将来这个吃肉的业力 这个食欲就消了 它已经不是食物 它根本不是食物嘛 对 你懂吗 但是我家那个财汇 你能知道 我家那种 就是拿的东西 要是不吃 就在这放个棒有食 我也不吃了 就坚持 就一直这么坚决 但是我要身体有病了 去医院医院 你看看 你身体怎么怎么对 它不跟你想的事 其实那个时候 搞不好是善业来考验你的 因为我不吃肉是发慈悲心 我绝对不会去拿别人的生命 来当做我现在果腹 或养生的东西 你要发这种心 然后将来再生病 说你怎么要吃这个 你才会好 或者要吃这个 你才会健康 你就告诉自己 我宁愿病 我宁愿死我都不吃 我永远不再伤害众生 你有这念心 我保证你将来生生世世 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有病 多病是什么 多病是常识众生肉来 杀生而来 但是你心里有那个念 但后面还是吃了 现在师父是教你 重新改变一个想法 一个思维 那个思维就是你将来 最毕竟要的认清 一个发修行人的 最毕竟心中的理路 要清楚的 它根本不是食物 你干嘛说吃不吃 它再也不可能是食物 它是生命 我们怎么吃人家生命了 你要这样这样的想就行 然后你说发什么慈悲心 我没有发 它就是生命 我就不吃 那也不是慈悲 对不对 你说我发慈悲心 表现就是什么 我可以吃 我现在不吃你 叫慈悲吗 根本有那个念头 我才不慈悲了 所以它本来就不是食物 那你说你很慈悲 不慈悲 它本来就不是食物 就是这样的 所以坚决不吃 因为它不是食物 假如说我们把别人的生命 当食物 就要告诉自己 将来人家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就有因缘把我们当食物 那个时候搞不好 我们就剁在恶道的时候 那都是生命 怎么是食物 那你说把它当成父母想 因为有的人说当父母想 他现在认识 没办法那么清楚 当父母想 那你想 但是坚持不了多久 是吧 有的人会 那你说是这一次 现在还吃吗 很少 所以你要发愿啊 你要吃素吃到非常健康 让你家老公赞叹 你不要想到吃素会身体不健康 你看师父像不健康的样子吗 对啊 对啊 我不都吃素来的吗 对啊 所以你 所以你不要刻意说 我要让他看 我吃的东西才会有营养 你那个念头不是 你那个念头要是在啊 那个潜在的念头 你不要小看啊 那潜 潜在微弱的声音 可能就是你将来 身体最大的障碍 什么障碍呢 你真正有一天不吃了 就突然又生病了 他就是考验 那是你的业力考验 我还告诉你 人一定吃肉有营养吗 不是 以前我住在钟南山的时候 这是我真正亲身体验啊 钟南山上所有的年轻人 哪有哪有那个 吃肉的这个姻缘 根本没有 家里面养两只鸡都不敢吃 舍不得吃 是为了拿两只鸡出去 换点东西回来 换点米换点什么 因为他们连米跟面都没有 我们在钟南山吃什么 那个玉米啊 长得那个营养不良 玉米 长得营养不良 它整个拿去打 整个拿去打 除了叶子剥掉以外 整个拿去打 所以那里面都有很多 很粗的东西 对 拿水调了叫稀饭 拿破成面蒸出来叫磨磨 稀饭我喝下去都刮喉咙 他们吃哪个 所以他们偶尔要是 养一只鸡两只鸡 他们去换一些白米白面 回来都不敢吃的 但是呢 他们最吃最粗的粮 他们连菜都没有 每天就是那个辣子 辣子 那个辣椒放在桌上 就沾那个盐 所以辣椒他们有 其他什么都没有 他们最吃最粗的食物 最不营养 你们认为最不营养的东西 对不对 他们的年轻人 每一个长得非常壮硕 因为他们就要长出 那个壮硕的体力 他们要跑到大山上去 拖一根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拖一根大木头 扛下来 一个人扛 扛下来走好远 扛下来 十五块钱 好几天走下来 十五块钱 他就要有这个体力 扛下来 用最粗的粮 长最壮的身体 你说那个没营养吗 但是假如他们 你给他吃的好的 大鱼大肉 他搞不好就生病了 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营养 业力而已 他的业力就是让他吃最粗的食物 他却能够充饱他的身体 为什么 就是还业 有的人以为他有福报 吃肉 吃肉干什么 你以为他叫福报 吃肉 他就是造业 一不吃肉 生病了 那其实他的福报 让他每天的十一柱形 造业而已 造到将来 福报全消之时 他将来再生为人 就是上大山去 中南山那些苦人 就是小心 所以这哪有说食物 哪里有营养不营养 你心若是营养 你心有怨力时 食物都是怨力 心不同 你摄取的东西就不一样 懂吧 发心 坚决发心 你不要想说 我吃肉让他觉得心里面安慰 那你吃肉安慰 你还是在 一直在麻痹他 对呀 安慰他就是麻痹他 不是立桃 对不对 让他看到你吃肉 他永远都在你吃肉 你吃肉才健康 那你不是一次一次 你都没有拔击过他吗 你要让他看到 我不吃肉 吃素我身体比你健康 你要发这个愿 身体八八二的以后 对 你要在佛前发现 让我吃素 绝不吃肉 让我的身体 比他健康 给他看 让我吃素以后的健康 让他惭愧发心 从此以后断肉 吃素 师父我发个人 我说我宁可饿死 我都不吃重心肉 经常对我爱人讲 我说他说 你看你营养不行 我说我宁可饿死 我都不吃重心肉 不是 肉菜 出家人还有发愿说 将来生病 我的药里面 若是有众生身上的东西 我宁可不吃药 死了我也不吃 所以现在人家中药给我 都问有没有众生 有不吃 再重 因为你说这个叫执着 这不是执着 这叫坚决发心 有的执着 其实就是善根 过去众生 背离决心时 执着是业障 但是将来 你要真正知道 决心时 决心线件还是执着 过去执着 不是决心线的吗 你只不知道是决 执着就变成执着 你要是在决心上 看那个执着 执着就变成坚持 就是智慧的决定性 你就告诉你 绝对不再轻损 伤害众生 那将来你这一念 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 用这一念 不断地鞭策自己 提醒自己 将来有一些 这个声音 已然真正常住在心 你所生的世界里面 你自然没有那个因缘 去伤害众生 你也不必要有那个因缘 去说 不伤害众生 你平常有在 以什么维尼的每天的功课 我到近年大概学佛试验了 前几年以读经为主 然后这几年主要是以分属实力 所说佛罗佛罗密经 以超为主 以超经为主 超写为主 这几年不是 昨天吃 是 超经为主 超经为主 也都对 但是 超诵 还是要做每天的讯息定会 诵是每天过的文字量是多一点 超是慢一点 那你每天都那么长的实习 时间超吗 我大概每天都能拿到 超三个三四个小事 或者度或者抄 我当时法院是抄一百步 现在抄九十步 九十步了 二步送 已经抄了一十年 十年了 哦 那每天都在抄 差不多一年能抄十步 边抄也要 平常这也要多送 应该抄也抄熟了吧 一些文字 听数 有些人都怀疑说 那个修行就是诵经吗 只是诵经 只是送这些文字 或者是抄经吗 这决心不就从来开始吗 之所以诵经好像一直觉得 好像自己没有多少 新进的这个进展 是因为你除了诵经以外 你还在送别的在家的品 我所谓在家的进去 就是在家的环境 在家的气氛 在家的气氛 在家过去的习气 那一步经历不是天天在送吗 你眼睛张开你在送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比量不对 对吧 那个量不对 不是没有进展 是因为比量不对 将来总有一天 你所抄的跟你所送的 它在你心中长有的 你是看不到的 有一天若是你真正赤诚心现前时 它真正就是整体帮你心态改变 因为人没有一定的心态 环境都能改变 何况你每天所勋所学 那不是更是环境吗 你每天接触就是环境 所以要是懂得环境原来就是心 因为心现前就是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借环境来回向于心 回溯的心 所以要懂得用环境来鞭策自己的人 这个人他一定会为自己懂得立名立项 立种种意愿 他会善用一些意愿 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在产民意性 产民他的自行 这个人才是懂得下手势 所以他就不会反映 诵经是不是修行 哪个不是修行 哪个都是你最初 愿意在你心底深处改变环境的那一点开始 那些份额开始 这也超了十年 心里应该有所体会的 尤其是文殊菩萨的几年 当初欠经念的时候 在这个意思上有理解过去的时候 正好在那个百度上 看到师父讲的那个燕迪经的片段 然后我就跟着师父 从网上学了五十多几 一共二百多几三个字 学了五十多几 就是人的作比例学了五十多几 然后就是 要不要好多这个过不去的那些 这些那个意思 也都慢慢的都数量不少 然后张然一样是文殊菩萨的经典 对不对 那你就要用到文殊菩萨 他当下的那个智慧的发心的目的 所以智慧的智慧 因为文殊菩萨应该也听过 智怎么写 从一个知一个日 对不对 你要现前的一切所知 都要知道要放在哪里 放在你的绝日上面 什么叫绝日 那文殊菩萨听就知道 你绝好绝坏一定都是绝吧 所以这个绝一定是能造好造坏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是日嘛 所以叫大日如来 造好造坏 当下马上瞬间就变成了 好绝坏绝 是不是就流浪了 好绝坏绝就分别了 但再怎么样强烈的 好绝坏绝的差别 是不是就是你这个 造好造坏的这个造线 都是你造好造外线的 所以将来你在一切差别时 你不要忘记 那个底下有一个根本的绝日啊 就类似于中文讲的绝得者谁 不是要你在感受后面找一个照 而是当下你就要知道感受 它的起处就是照 它的起处就是照 你所有的念头都放在那个起处上 你就要供养文书 将来你若有任何过不去的坎 这一念不是你就要知道绝得者神 你念念不被你那个心里面的疑惑 和声音所迷倒 将来不被每个念头迷倒出 你就能够在每个念头走出来 你就能从每个念头走出来 你要绝对相信决心的不可思议 过去的迷倒是因为还抓着这个念头 将来你要知道在任何念头之中 都是决心时你不抓着这个念头 你自然就能够化解一切念头 你竟然就明白一切念头 所以哪个念头是迷闷你也知道 哪个念头不迷闷你也知道 所以在迷闷时你就知道什么叫不迷闷 你就知道 所以正在迷闷时 你知道不迷闷 它就已经化解你的迷闷 那个不是你抓着迷闷 想要找到一个不迷闷 你永远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公样文书 公样文书是连你自己觉得迷闷你都要知道 知道觉得者谁 就是训练自己 就是让自己不断的磨营 站在这一点上 你这一点若是站对了 将来有很多 你在修行上的一切疑惑啊迷闷啊 就是这里看的 你不是在上面找到一个道理的 但是你却是面对它时 你能明白一切道理的 你要在上面找到道理 永远找不到 你要在决心体上找到道理 他面对困难时 他已经自身道理 那叫觉体 那就叫觉性 你明白那个觉性就供养文书 就是供养文书 所以既然抄的是文书大志的文字 那你就要念念之间要学那个文字 字有字像 字下面还单一个字 就要用如是的承接 要用如是的担当 字就是念念你懂得发去 字就是念念你懂得承接 那叫他的文字 所以从如是文字中去体会那个大志的志 这是抄经的目的 实践上的书法叫灵铁 对吧 灵铁嘛 一定要跟着铁这样灵 抄经是灵铁 灵的是心机 抄久了你会发现就是灵铁 心里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那就是真抄经 那你说什么时候的真抄 抄熟就是 发对心就是 要发对心 发对什么心 你要发对就是 你不管学什么佛法 第一个就要发 我一定要得到必尽的道理 就是一定要知道 昂罗多罗三秒三不提 虽然这句话好像很遥远 好像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意思 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 好像很遥远 但你前面就要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正的是无上正等正觉 将来你这个搞不清楚的这个医生 他居然却能伸直在你心中 他永远为你做道义 你在每一个另头上 每一个感受上 你都会知道 这个还不到无上正等正觉 你都会一次一次为你自己披波 一次一次为你自己拖出那个过去的妄想之中 那就能起成惭愧 你要起成惭愧之中 你在熏习的过程里面 你就不会被现在心里面 好似有所生进的那一个想法 被他置如你 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前进 就类似学读书的人 他有一个念头 我一定要读好书 我一定要学成世界上的智慧 他只是这个念头 他虽然还没有读好 可是他就会按部就班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然后一直在深入 学无止境 所以最初那个运行 这个声音要有的 你不要以为那个声音好像很遥远 在遥远你不认识他 他那个那个文字 那一段声音 你不认识他 可是那个声音 他的根本的运力 他永远就在那个文字里面 因为那个文字里面 他的出处就不一样 他大众发心 最初圣人留下来的文字 出处不一样 大众面对他的发心不一样 所以只要那个文字 还留在世间 你旦要能读在心 他的力量已经在了心 不可思议的 过去我们说那个 之前说那个山 那个风水变 一个要是有德的人 住在那个地方 他周遭的山水 都是随着他变 对吧 一个有德的人 就能改变无情的山水 更何况这文字 出自于圣意 出自于无量节来 一切行者念念的向去 你说那这文字 是不是应该比那个山水变的 那个里面所蕴藏的 不可思议的力量呢 当然嘛 所以你不要怀疑 放在心里 我要发恩罗杜罗三妙三妙地心 那我将当在师父的面发个愿 愿 一切获得加持记得 信愿 记录 生生世世 听闻师父的 那听一切三宝讲法 三宝讲法 三宝讲法 无法一步一步走 那能教你的就是无法 叫尽世兰 就随着出家人的 从事出家人的行为 虽然在家也要尽世 尽世就是行为相接 行为相近 叫尽世兰 所以能发这个心 你只要登上那一步 才是真旧吧 因为决心的东西就是这样 你不去面对 你不踏上那一步 你永远都知道 你要去面对 你踏上那一步 他就是开始启蒙 你就会开始知道 小孩子你教他 你都知道如何帮他启蒙 为什么自己在面对的时候 老师会担心 我不会我不行 老师觉得 老师觉得好像根基不到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 不会善用启蒙这二字 启蒙自己的 对 好好启蒙 好好学一学 我还读地藏语 我每天晚上我就读 读两段地藏语 吃出来 有一天我就忽然想到一个道理 都说 但是我觉得是这句话 如果说你在地狱门口 你看见僧人道人 你觉得僧人道人有罪 那我觉得你下地狱是必然的 然后我读地藏经 有一天我明白的道理就是 假如说我有一天下地狱了 我在地狱门口 见到了僧人的存在 道人的存在 道人的存在 那我应该生起的是僧相 僧相叫我侍 对啊 这就是师父常讲的 僧人跟出家人 出家人有过世吗 出家人没有过世 出家人觉悟过世 因为出家人是法相 我们哪个人献出家人不是俗人献的 为什么献这个相 我都是俗人 献这个相 是把这个相刻骨铭心刻在心中 是借这个相来改变心境的 所以他是法相 出家人永远不是一个人 用那个人去表达 用人去可以让你去指成的 不是 他是一个法相 所以出家人若是有什么样不对的行为 是他在家息息太重 对吧 所以现在我有的时候 听到别人讲僧人的过世 或者有的时候我自己 起这个业障 出了有新的时候 那我马上我都能转 看的是僧相 僧相 因为你看了 你要确定那个僧相以后 将来我没有任何的过世跟业障 你看到那个僧相 你能转 但是假如你过去认错了 看到出家人的行为以后 你就说出家人错了 以后你想到僧相他也转不了 因为那是法身的相 假如你都能够清楚分别 现出家人的行为不对 是他在家息息太重 所以你会更谨慎在家 不能有太深的息息 更想要赶快处理 所以这么重的在家息息 他还有一点身相在身上 还要为他去赞叹 还要为他去珍惜 但是在家息息那么重 他会败坏身相 所以你就会告诉大家 法师 有这个身相 千万不要败坏身相 我们现了身相 要身赞身 知道吗 什么叫身赞身 现了身相以后 我们要开始举扬身相的真正 法身的道理 身赞身 而不是不断的姑息 养奸叫身赞身 那个不叫身赞身 那只能毁了身 所以君是有善券的责任跟义务 善券 就是我讲得很清楚 不是身相 我认得很清楚 那是你在家息息 是我劝你不要坏的身相 但是你在那个心中 你是很和祥的告诉他 不要败坏 也不要败坏了他的身种 然后心里面 你也对身相这个意思 你就永远法身这个意思 你就永远清清楚楚 将来你只要有什么恶意 但是你去一级身相 想看那个相 你都能够改 因为你过去解释身相 清清楚楚 那他们讲说 第一门前身道多 谁讲的 过去祖师恐吓弟子的 他知道你害怕的 那是给出家人说 第一门前身道多 你们不好好修行 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师父在恐吓弟子的时候 就是道理 就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出家就解脱了 不要以为你出家就跳出凡了 第一门前身道多 很多人不好好修行 你照样沦落地狱的 过去祖师是这样子去恐吓弟子的 但沦为世界人讲这些话 就没有道理了 因为第一门前身道只是多 那其他人不都在家人吗 第一门前身道会多到地狱去 是什么原因呢 你刚刚已经知道了 不是身躲在地狱 是在家习气 迫使他躲在地狱头 所以总体来说 第一门前还是在家习气 全部都是在家习气 不是多而已 全是在家习气 才叫第一门前 将来你要把这句话 你不能说他不对 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做警惕 将来假如说真正出家了 我真是说将来你出家的时候做警惕 警惕 第一门前身道多 不是到了出家以后你就了脱了 你要是虽然先这个像 你要是还是在家习气 一样躲地狱 那像救不了你的 这句话在在家人的这个里边是放火放打 放生的 所以说这句话 我觉得对在家人来说 这一定很难转捉 你要是跟他讲说 不要有第一门前身道多 这句话他们转不过来 因为在家习气 那你要告诉他 第一门前身道多 是因为在家 过去在家业力没消去去的 然后第一门前身道多 只是身道多 那孩子其他都是在家人 身道多 没有说全部地狱都是生人 那其他的人 不就是你们不修的吗 你告诉他 只是让他从此以后知道 他再也不敢随便说这句话就好 你要告诉他 要破他的这个体会 不要只看到别人修行 不好修行就下地狱 那你不修也要到地狱嘛 而且跟师父跟你讲的是 那句话是过去主 是鼓励出家人的 然后再告诉你 身是不会多地狱的 多地狱的一定是在家业力 他出了家卸了相 他都还是用在家的业力去败坏如是相 他连活着他都没办法好好向学 他将来当然到地狱 就好像一个孩子 他上了学了卸了学生像 他都没办法好好成学 他为什么没办法好好成学 就是过去在家习气太重 不是吗 他假如真正懂得 他这个学生像 要把这个像刻骨铭心刻在心中 他献了学生像 他就能够起成学生应该有的行为 对吧 所以像中本来是传法的 但你是用到众生习气去模糊如是相时 你会发现 这个人在一切像中 在一切法像当前 他都变成了卓像而已 他在像中就起不了 像中应该有的信用 将来你在像中都能起成信用 你知道什么像就是什么信 这个人将来放眼望去都是像吧 可是你看的是信 你看的是信 你就叫做离一切像即一切法 你最初开的是智慧 那像在那边看到多是信啊 像信本来易辱 但是人家全像是信 你变得全信里着像 那就是凡夫 所以离一切像 他不是不知道信 他是不着一切像 但即一切法 法者信也 那将来要怎么看 将来要怎么找到这个智慧 就是这两天要教你们的 每一个感受 每一个动作当下 明辨因果 你的明辨因果是 每个动作 每个感受 每个念头 或是你看到任何环境 有什么气氛 你就明辨因果 你在任何感受现前时 明辨因果就是你知道 它的行为是什么 它的动作是什么 它代表什么 你在解读信 你慢慢解读信 将来你还是这样看这样见 那你就习惯在任何见闻当上 你解读信 你就活在信中 就不是着像中 你最初都活在信中 是最初见信的 因为你都能够了解他们的信用 都能够分别出他们的种种作用 信用 你从这个上面才会体会 能了解那个信 你的决信 非种种信 但这个决信一定赋予一切信 能成就种种信 这个在将来再说 你先要了解一切信 所以儒家的行者 他看一切法都在一个心性中 他活在一心性中 他能了解一切 所以他能治天下如彭小仙 我们呢 你是都打算在感受着像中 你永远讲不出你那个着像 它到底代表什么性 性就是他到底代表什么作用 什么样的因果 你不清楚 你就永远都是着像的人 这样有点懂了吧 这样要看到任何东西 你要解释的是信 所以这样你看到大山 你就知道他传达什么给你 你看到大水 就知道他在你掌养 你充实你什么样的作用 那你走到气势间 因为你明白信故 信是跟觉性相接的 那气势间都是道场 气势间都是活的 他风动成音 都能够让你念佛念法念神 就是能够掌养你的体效用 那他那个信 不是在我们每次 就像您说的那个 一个动作中去体会吗 刚开始不熟的实践 实践 这叫磨椅 就像类似我跟你讲 销金矿的意思 刚开始销的时候 一定是最外表最粗糙的那一层开始 那一层的时候 就可能要用什么 用最粗糙的工具先破 再来到细部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换种种细致的工具 你懂得当下怎么用心 有的时候 他像我今天早上 我也用实俗的方法 但是他那个东西 已经像是那种习气 还是业力侵犯 他压制不住 他老想去迸发出来 刚开始一定压制不住 因为他习气久 但是每一个行为上 你说解释他的信 解释久了以后 你就习惯住在解释上看习气 过去是习气向前 那习气的势力重 习气重 所以你现在想解释他 在想解释他的时候 那个势力还小 还是微弱的 所以他一定盖住 但你要相信 能解释的也是心 你只要习惯在后面 能解释他的心 将来解释他的心要是大时 感受现前 就变成你在解释他 就不一样了 那个叫 那是方便跟你说 好似你能意味到这一代 那你就知道 那心是要靠你不断培养的嘛 所以叫根气 现在是决心之中 他一定有他的根气 什么叫根气 你只要愿意面对他 你只要愿意灌溉他 他就一定能够长大的 所以你必须担心 你在这个上面 将来你就会知道 我一定会注意到 那个心很大 现在为什么 势力那么大了 你就要知道惭愧 因为那就是过去 从来没有正视他过 会势力如是大 那在过程中 他又在反复你干什么 你都会比平常 还会觉得心里面 接受或淡过一些 势力虽然大 你就会淡过 但一直到什么程度 一直到磨磨磨磨到 你那觉察的心在后面起来 我说过觉察的心 还都是前方面 只是叫你们懂得 先回头用心 那你能够站在那边 你就知道原来过去的 一些妄恋势力都虚假 不是没有 当你能够知道 觉察心的时候 那妄恋势力 它排山到外 还是在眼前 可你就不是他了 这种时候 就类似我常讲的那种 你突然感觉到 好像任何感觉都在一起 可是我已经不是他 有点跳开 滚滚红尘 滚滚都在 红尘也在 你只是跳开 跳开不是没有滚滚的 眼前都是滚滚的 懂吗 都是滚滚的 那才叫做 那时候才是最初体会心 所以在中文才会说 水边淋下 鸡变多 中文的石牛 有听过吧 石牛 那第二个 见鸡 水边淋下 鸡变多 就是你在那明察心 已经体会那明心了 那滚滚在不在 在啊 水边是什么意思 水就是释阴 意识 意识如水 就像阴一样 遮附 它像如水 释阴如水 但是你已经 意识的释 那是阴附 为什么 意识现前不就是阴附吗 所以常常佛经中 大经中都说 意识如水 释阴重的时候 造天下 大水泛滥 就是那个释阴 你知道吗 你挖补天 你以为天天塌了 那不是中国讲大水泛滥 西方也讲大水泛滥 就是那个释阴 先冲开世界 大水泛滥 就是那个释阴 释阴明明是水啊 你是中间吗 你已经不是了 你是水边 水边的意思是什么 你看到还是水 那居然你在那是边 所以将来你看到还是他 虽然那个释力滚滚都在 但是不是 所以讲这些东西 不是让你讲到觉得玄的 讲这些东西告诉你 你可以做得到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 叫去觉察 因为再加上 只能用觉察的心 修行人就是单刀直入 告诉他 觉得者谁 何必觉察 何必明白什么因果 因为你明白要觉得者谁 因果一样知道 对吧 他因果一样知道 他从此以后 他站在能知道那个心 再从此开发那个佛智之间 就是法华经中讲 开发佛智之间 不是讲说站在决心上看一切吗 大智文书 你还要站在决心上 体会那个智吗 对不对 在智心上你要明白 是决心的智 不是智中说智的智 你能在这边找到 你心里面下手处 就是供养大智文书 那你要在决心上体会呢 不是开发佛智之间吗 你是在决体上说的智啊 那决体上说的智 开篇就会告诉你 你只要在决体上说的智 你一定明白实如 所以因为你站在决体上 所以就是还你决体上的违信 先跟你讲说 只要站在决体上 你只要真站在决体上 他就反过来 他就能够照现一切夜感因缘 所以他就知道 如是法 如是像 如是性 如是体 如是力 如是做 如是因 如是原 如是果 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 他都知道 所以一切法他都知道 他就入一切信了 不是吧 也就入一切信了 能明白一切法中 每个念头的因缘本末实如 你就是站在决体上 因为你只有站在决体上才能明白 现在只是反过来说 就是昨天你知道的 顺利观 让你从那边明白 因果先回来 有点可要 有点好 你有一点好